也就是说你看一个男人啊 他脾气大 对吧 他还喜欢翻旧账 这就算了 对吧 男人还没有时间观念 没时间观念也就算了 还特别死要面子 死要面子也就算了 还特别地做事不靠谱 对吧 你承认这都是你的问题吗 我承认 那你还想跟人好吗 我就感觉这些问题 其实听起来好像是 就是挺要命的吧 但是我觉得 也不是什么太特别大的问题吧 因为你比如说他 之前他也有这些小毛病 就是他总是喜欢在那些公共场合 就是说话事特别大 我知道他没有生气 他可能就是激动 我之前我跟他说过好多好多次 我就说 我说你那个注意一下自己这个形象 毕竟你是个小姑娘嘛 然后每次他说话声音大了吧 然后路人就用那样 就是说不上来那种眼光 就一样的眼光就看过来 我觉得心里特别不舒服 还有他这个人就是生活不规律 然后东西也喜欢乱扔 自己放了哪儿了也不知道 我也跟他说过就好长好长时间 但是他也一直没有改 我也没有说是强烈地去要求他 你一定要必须改 你不改我就不跟你好了 我也没有这样做 我就感觉他吧 有时候真的就是跟他也是说不明白 就是我们两个之间好像都存在这个 他觉得跟我说不明白 然后我觉得跟他说不明白 就像我喜欢摩托车似的 然后我每次就跟他去讲 我说这个车好 那个车好 他说你不要跟我说 我不喜欢 然后但是他每次就看上哪个口红了 出了新款了 怎么着 他会跟我说 你看这好不好看 这个这个这个好 这个好 我说我也不明白 其实我感觉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也是要祝福他 就是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人照顾他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就是想表达是什么 就是这些都不是问题 只要是去时间都可以改的 对 你想表达的是说 你看我都这么包容你了 为什么你不能包容我呢 是吧 什么时间改不改 那都是冠冕堂皇的话 没办法